一走进林雾局三峡分站的深境间 是这次优僧学展览中最吸引目光的摆设 仿佛一座小山屋 以国产木材创作的户外艺术 经过就有香气扑鼻的木香味 积极发掘三峡在地特色的甘乐文创 将三峡山林周边的物产 声音与植物生态以策展方式呈现 打造融合现地的自然环境景观 这一次的整个优僧学的展览 我们是希望做一个山林知识的传递 所以我们用两个不同的面向 来做这样子知识的一个分享 那A展间我们是以山翔岛的概念 就是说当民众想要亲近 这个三峡周边郊山的山林时 我们希望你在这里可以先吸取一些 进入山林的知识 所以包含了像是一些户外的装备 我们提醒你怎么去做一些事前的准备 那甚至是说你进到山林以后 你可能会接触到什么样子的野草野花 你可以怎么样的去跟他们做认识 然后最后还有一些山林的书籍去带出说 我们要前往山林里面 我们具备什么样子的内容 其实是最适当的 那另外一块我们就是以山林职人 来做一个分享 那山林职人我们除了去介绍三峡 因为山区物种非常的丰富 三峡有非常多很有特色的一些物产 那我们透过物产去带入 带出职人 然后透过职人来去分享说 三峡这边的一些山林的故事 展间中也呈现三峡山林及职人的魅力 从三峡在地特产如碧罗春 绿竹笋 蜂蜜 也能从声音感受到山林的美好 展览期间的每个周末 都有山林职人的相关活动 分享亲近山林 认识三峡特有的三花野草 户外山林组毒及在地物产DIY活动 展区里面我们邀请了几个非常三峡 有特色的产业包含了像绿竹笋 碧罗春还有蜂蜜 那透过这个产业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展间里面 从教育出发去让孩子 就是可能是小学生或者是国中生 去体验说他们住在这个地方 有哪一些的物产 然后从产地带他们去认识 到最后他可以去做一些体验 跟一些很有特色的物产 去做一些互动交流 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我的家乡有这些东西 优森学山林展览 不只是疫情趋缓后 能够稍微放松的好去处 也能作为民众前往山林的起点 即日起开放民众免费参观 感受浓烈的山林艺术 与地方人文气息 记者曾经家三峡报道